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网上的评价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吧 我一般不会去看好评 我会去看差评 然后看差评他们说的那些我接不接受得了 比如说如果差评都是说 这个酒店的WiFi不是连接信号不是特别好 那我觉得旅行出来你就是可以plug off 你就是不用跟任何人联系 没有WiFi就没有WiFi吧 要说旅游时候作为一个中国公民遇到的困难 我觉得拿到签证其实是最难的一点 其他的你到了那边 只要你经常冲别人笑 不随地乱热哇嘰 不在街上大声喧哗 别人写着不让干什么你就不干什么 当地人都对你可友好了 旅游最烦人的一件事 我觉得旅行最烦人的一件事是飞机晚点 然后你去你刚在check in的时候 人家就跟你说小姐恭喜你 你的飞机晚点三个小时 你那个时候真的是比较想死 就是那些你控制不了的那种 我觉得可能是旅行里面你最不希望遇到的意外 我平时旅游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用微信发朋友圈 然后如果回来有余力的话 可能会在穷友上发一个帖 介绍一下我去了哪儿 然后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比如说我会发说 那个西基霍尔到甘米云的船是周船 每周三才有 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会分享一些这些资讯 我还是挺希望我的朋友能知道 说当时遇到了这些 就好像在poor圈里发这些照片 其实也是一种分享旅游的经验 告诉他们我玩的可爽了 你们在办公室里是不是要憋死了 快大家出来一起嗨 我之所以喜欢旅游主要是因为你在一个城市生活的时间很久 你以为你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子的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通过看电视通过上网 你会发现世界上有其他的地方 有跟你住的地方截然不同的风景 有截然不同的风土人情 那边的人长得跟你不一样 吃的东西跟你不一样 生活习惯跟你不一样 语言也完全不一样 然后在那里你是一个外国人 你可以有很多新鲜的体验 这是为什么我喜欢旅游 让我觉得生活充满了一些新鲜的刺激 给我一成不变的生活 也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